因为最近在我身边有一位同修 他感应非常强 于是他就开了一个QQ的群 专门为一些新同修感应 而且还有很多老同修 他就为了度一些不幸的同修 就把他拉到这个QQ群里面去 让这位老同修感应 然后这样做 我不知道是不是如理如把 因为台长一直告诫我们 一定要如理如把的修行 修行非常如履薄冰的 那么这样子是不是会断自己的会命 他会断自己的会命 他会断自己的会命 而且他不断断了自己的会命 还断了人家的会命 所以 而且是不是会种下地狱之音 会的 我可以告诉你 你如果乱讲乱讲错的话 你当然犯大错了 你把人家讲的好的对的没事 你把人家讲错了 你是不是 你比方说一个外科医生 他一辈子为什么要动手术 现在医生为什么叫你们签字啊 他就怕死在手术台上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如果你把人家讲错了 我告诉你就是犯罪 对不对 嗯 谁敢去这么做啊 所以现在很多人胆子大得不得了 自己以为开了一点天眼了 自己以为知道一点了 就天天天天这么弄 你知道这要害死人呐 不是害死别人 是害死他自己啊 嗯 哎 台长这么问他好 他还不懂 还要攻击台长 你想想看 这种 这种自己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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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佛人怎么办呢 你说 嗯 哎 真的 很可怜呐 就像一个孩子一样的 跟他讲呐 孩子你不要这么做 你这么做会闯祸的 你知道吗 你在学校里你打人呐 你帮助 你去帮助坏人 怎么样怎么样 你这样这样 这样会会坏你的名声呐 怎么怎么 不要你管 嗯 你想想看师父 师父怎么办 我有什么办法 你告诉我 嗯 所以说我们 我们心同修一定要定下来 我们就要按照台长的 就是赚大法宝来修 我们 我们 我们就一定会 能够到好的地方 对 我们千万不能够 我们千万不能够乱 乱去 反映 对 这个真的是 感应你知道吗 感应要感应错的 你知道吗 有一个人就是感应啊 你知道感应的时候 有有灵性在他身上 他也感应出来 他不知道是 鬼呀 你知道吗 有一个人说 看见孩子很难过 能够 我冒到的下就有一个啊 你知道吗 他的 他的感应是什么 今天上课来不及了 我今天的感应 就是要越过这个栏杆 马路当中不是有个栏杆吗 嗯 结果他把孩子送到这里 车子放下来了 看到他妈妈带着孩子 妈妈说我们穿栏杆好吧 他爸爸在车子上就感应了一下 说可以 结果 妈妈和孩子刚刚坐栏杆爬过去 蹦一下子被车子两个拇指当草压死 他在边上傻了 他感应的 嗯 你再去感他 对 感应去 你知道这个时候是谁来感应在你家身上吗 那是鬼呀 所以有些人不懂吗 台场天天天天天讲 像父亲母亲一样这么跟你们讲啊讲啊 他不听啊 你知道过去的巫婆感应害了多少人你知道吗 是的 你去问问个农村里面 那些巫婆感应害了多少人呢 叫人家吃泥土 还说这是观音土 叫人家拿香灰在伤口上擦 最后伤口全部化脓 这是观音菩萨叫他这么做的 不是的 哎 很可怜 很可惜啊 所以要学正法呀 自己不懂啊 哎 真的 台长真的很可怜 天天这么讲 天天这么讲 他还不接受 哎 我有没有办法 就像一个孩子一样的 爸爸妈妈天天跟孩子讲 不要闯祸呀 你们不要乱来呀 你们不能怎么样 不能怎么样 孩子说我就要这么做 最后好了 被抓到公安局去了孩子 你说爸爸妈妈痛苦不痛苦啊 哎 乱来呀 真的 一个人不能学佛乱来的 你明白了吗 你叫同修不要去信这些东西 我们做学佛就是要好好的念经 放生 就是许愿 我们一定会做得好的嘛 为什么要去追求这些东西呢 啊 台长今天有了 我能帮助大家就帮助大家了嘛 对不对 没有为什么去追求呢 是的 我们碰到事情一定 一定不能够乱的 我们只要通过这三大法宝 念经许愿放生 就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 啊 我告诉你 你只要这个 因为这个 这个三大法宝是观金普章 讲的 给我们的 所以这个永远不会错的 其他的东西 你没有碰到过 没有菩萨的 没有菩萨说的什么话 你不要去相信 不要去哎呀 怎么样怎么样 哎呦 很多人就是 哎呦 我感应了 有缘分的 我会跟他好的 拼命去追 最后 做生意 也是 亏本 啊 残朋友失败 我们心里太多了 有些人 我感应我就跟他 跟我合作 最后被人家骗了很多钱呢 移民 移民搞不成 最后回家 你知道吗 赶紧骗钱 他就说我有感应 他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他不知道这个什么感应啊 你什么感应啊 你业了几天经 你会有什么感应啊 你这种感应还不如做个梦呢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 所以啊 猜到我知道了 你是个好孩子 你要多 你要多多去跟他们讲的 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上 迷途的人太多了 吃反的人太少了 是的 是的 我一定会好好地 跟这个同修讲的 让他 让他能够悬崖乐马 不能这么做的 他这么做下去的话 我告诉你啊 他自己家里马上就出事了 我告诉你 现在在 新领法门的厉害处就是 求什么就零什么 马上见效 但是你要知道 任何事情马上见效的话 他效率快 他报应也快 所以他做错事情 马上报应 你明白吗 明白 好好劝劝他们吧 跟他们讲 台场因为 台场因为太远了 有时候也没有办法 照应他们 这也是没有办法 所以你多帮我 劝劝他们 好吗 好的 我一定会的 我一定会让他们听录音 然后让他们能够 早点开悟 早点开悟的 我告诉你啊 真的 忠言逆耳啊 利于行啊 真的 良药苦口啊 利于病啊 一个人要懂啊 人家在讲你是为你好啊 自己还不懂啊 真的要闯祸的 明白吗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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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